作者 旺语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说凡人修仙传第666集 这古魔的头颅上横眉动了一下 脸上显出一丝犹豫 似乎想要过去助阵 但是又顾虑重重的样子 但是他马上就安下心来了 因为远处惊人的刀光闪过之后 一股奇粗的风柱同样是席卷而出 风柱直径有十余丈之广 仿佛一条黑色的风龙 所过之处竟连空中闪电都一卷而入 甚至因为过于激荡 连附近空气都随之翁名扭曲 仿佛就要就此撕破此界一般 看到这一幕 古魔的神色松缓下来 另一颗头颅却丝毫征兆都没有的 双目一瞪 一只巨手啊 木然朝前一挥 一道红光破空击去 一闪及时后化作树杖大的锯砖 狠狠地砸下 尚未落地 上面就赤焰缭绕 先浮现出数条张牙舞爪的火蟒出来 气势汹汹 一声冷哼从狂风中传出 哼 想不到你倒也激情 两道人影随之现行而出 其中一个随意一抬手 一道蓝红脱手而出 化为仗许大的一只玉伞 往空中迎去 轰隆隆一阵的爆裂声啊 这把玉伞 竟是一柄寒属性的古堡 结果在一片蓝气之中 一下抵住了火砖落下 蓝光赤焰 在两宝之间一时激荡不已 几只火蟒虽然扑咬撕扯不停 凶猛异常 但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 根本奈何不得玉伞什么 那两个人影站在原地不动 冷冷望向空中的古魔 正是那徐姓青年和林银平 这两个人 而古魔硕大的头颅一动啊 四目同时盯向了下方男女 一颗猙獰的头颅笑了一声 发出轰鸣般的巨响 我认得你们 你们是天蓝草原的修士 怎么现在想离开这儿了 可惜已经迟了 徐姓青年文言 面上煞气浮现 也不言语 反手一排腰间的零售袋 顿时啊 一声奉鸣之音传出 霞光闪动中 一只五色孔雀 从里边飞射而出 霜翅一盏浮在青年的头顶处 那说来也不可思议 这孔雀身上五色灵光照辐射之下呀 所有的恶风都掩齐息鼓 立刻风平浪静起来 这一幕全都落在古魔的眼里 灵溪孔雀 你竟然有这种上古灵琴 可惜道行太浅了些 若是成年 本尊或许还真会畏惧几分 是吗 那些尝尝五色灵光的力 还在说吧 这徐姓青年 根本不为古魔言语所动 口中一声清明 顿时头顶上 孔雀 阳颈呼应 随后双尺猛的一挥 霞光万道 五色灵光滚滚卷出 那古魔冷横一声 持着紫色圆环 两只大手一合 两环倾碰之下 发出刺耳的一声大响 让人听了心浮气躁 神识眩晕 随后两只圆环脱手而出 化作重重的紫影 一时间将附近天空都遮蔽住了 声势好不惊人 而此魔还不肯罢手呢 两手掐绝之下 浑身泛出层层的黑色魔器 似乎要施展魔弓 辅助宝物攻击 而对面的徐姓青年 和天蓝圣女 也各自取出一件宝物 一个手一扬 一团清光直接砸去 另一个银残丝帕一亮 无数银丝喷射而来 就在这时候 在空中一紫一清 两团淡淡的青烟 在风中涌现 悄然地顿到古魔的头顶处 行动之间无声无息 足可见隐匿之术的高明了 紫色幻影和五色灵光 撞击在一起 见起朵朵灵花 而古魔身上魔器化为 数条乌芒 气势汹汹地扑出 青子两股青烟 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灵光 两道影子一下扑去 两只利爪和一棚 灰蒙蒙的细丝迎头照下 刹那间到了古魔的顶处 就在这时候啊 徐姓青年二人释放出宝物攻击 也恰好到了古魔的身前 时间配合的恰到好处 简直是天衣无缝 有人潜到如此之近 并突然偷袭 自然让古魔一惊 不过并未真的惊慌失措 而是神念一动之下 附近魔器所化乌芒一个盘旋 顿时转弓为首 来抵挡那团清光和密密麻麻的银色的蚕丝 而同时两颗头颅同时一扬 一个喷出黑蒙蒙的魔艳 另一个呢 则一道乌芒一闪即逝 但是马上意外在起 就在古魔心神全被头顶偷袭吸引的时候 脚底下灰色的阵旗布下静置的边缘处啊 金光一闪 一口巨剑发出霹雳之声 从地下击射而出 直向空中斩去 那顿速之快几乎在古魔惊觉的同时 巨剑就打到眼前了 剑上翻出蓝色的火焰和金色电弧 都让此魔一时间看得清清楚楚 嗯 是你 这古魔转瞬间又认出这巨剑的主人了 不禁惊怒大叫一声 但是因为这巨剑来势太快了 而他又被其余的攻击牵扯住了 无奈之下 只能四肢手臂匆忙向下一挥 扑扑的破空声响起 数十道经营找忙 组成一张大网 抓向巨剑 如此临时组成的拦截 自然无法真的挡下巨剑 结果一瞬间 这巨剑就把这瓷网洞穿 然后一闪地展向古魔去了 但就是这片刻的耽搁 几乎在巨剑 极深的刹那之间 这古魔身上浮现出一层 乌黑的魔罩出来 轰的一声巨响 一个巨大光团 木然地在古魔身上浮现 里面光芒刺眼耀目 让人无法看清楚分毫 地面上银湖一闪 韩力施展雷顿 从下边浮现而出 抬头望向空中 眉头一皱 他刚才感应得清楚 这巨剑虽然斩在此魔的身上 但并没有针斩结实 好像给什么一弹 滑了过去似的 就在暗自惊疑之中 空中药木光团中 什么东西一动 随之扑斥一声 一道黑影 强攻硬弩般地射出 一晃又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浮现在 韩力的头顶上 去死吧 巨大身影口中 发出打雷般的吼声 一口带着 嗡鸣声的漆黑巨刀啊 冲着韩力是直劈下来 如同闪电般 迅雷不及掩耳 韩力虽然一惊 但早有准备的他 在巨刀斩下的同时 背后风雷斥 早先一步的一扇 那人就在电弧中 从原地消失了 黑刀只差分离之好 一展落空 闷想传来 一道数尺深的巨大的刀痕 留在了地面上 而二十余帐外的地方 雷鸣声大起 就听到咔嚓 韩力的身影再次浮现出来 凝望向远处 那巨大身影正是古魔 只是这时候 他显得狼费至极啊 四条魔壁 只剩下三条 完好无损了 剩下一条呢 被斩去小半截 尖头处平白 多出了一个 拳头大小的孔洞出来 胸口上则有 数道粗大的抓痕 几乎将此魔 开膛破度啊 看来 在韩力等人的联手之下 此魔终究无法抵挡 吃了个不小的亏 见韩力从自己身前逃走 这古魔四目 胸光一闪 狠狠瞪了韩力一眼 双手木然一分 黑芒一闪 那嗡名的巨刀镜一分为二 化作两柄 稍小写的光刃 仍然发出尖利之音 古魔的双手中双刀一抖 顿时 刀光化作无数巴掌大的黑月牙 密密麻麻的 冲韩力击射而来 此妖魔镜 不管其他修士 似乎认准了 韩力这个对手了 打算穷追猛蛇 这也难怪了 这些人当中 就属韩力和那天蓝圣女的 修为最低 而林音平呢 却是在空中 与徐姓青年在一块 相比之下 自然是孤零零的韩力 似乎最好被击破得手啊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此古魔 并不是当年那条魔魂 从未和韩力交过手 否则绝对不会有这种 让他后悔的念头 韩力眼见古魔气势汹汹功来 没有露出惊讶 反而袖袍一抖 以免银色小盾飞射而出 转眼间化作巨盾 挡在身前 他望了此魔一眼 轻叹口气 古魔远远见到 韩力这种表情不禁一正 但马上感到啊 足下传了一丝异样的灵压 尚未等他低头看去 就听到扑哧一声 一团黄光包裹着一条人影 从地面下诡异的浮出 出现在背后树杖远处 随即 此人的人影啊 一声低贺 双手一挥 一柄银色的巨斧 带着一股恶风 狠狠地斩下 此人正是一只潜伏在韩力族下处的丑妇 归灵 那 以此妖 十级妖兽可怕的修为 加上叙事以待的权力一击 这斧刃尚未落下 这斧上蕴含的可怕灵力 已经让附近的地面轰隆隆一声响 木然塌陷了持续 这骨膜面色一变 那顾不上对韩力攻击了 身形一晃就鬼魅般的身形一转 同时双手向着刀上交叉一斩 黑芒暴涨 两道粗大的刀光飞射而出 正好积在银府上 黑银两色光芒诡异地撞到一起 马上爆裂了开来 一股热寒 两种属性的气浪 向四边八方狂卷而去 那刀芒竟暂时让巨斧下落之势 未知一顿才溃散消失 趁这个机会 古魔才来得及施展其他的魔工 两手一掐掘之下 身躯突然传出古节暴响之声 身体一下暴涨起来 同时裸露出来的地方呢 更是浮现出一大片的碗口大的黑青的鳞片 发亮的犹如瞬间覆盖上一层光滑的战甲一般 原本受伤的部位也被这黑色魔器笼罩 肉芽如动不停 竟在飞快愈合的样子 当古魔的身形足足打了一圈之后 目光中胸光一闪 深吸一口气 再一张嘴 一圈圈震波 仿若实质地激荡而出 落下的巨斧陷入其中 顿时一凝 竟仿佛被无形之物挡住一般 无法再落下分毫 而死魔则口中骤然想起了古怪咒语声 鳞片黑光一闪之后 冒出持续长的黑紫色魔艳 整个人呢都被包裹在其中 熊熊燃烧 显得诡异异常 完全是一副啊 要动用什么厉害秘术的样子 归灵心中一灵 但身形却不见后退 反而口中一声大喝 身形骤然间狂涨 身上同样浮现出一层青色战甲出来 竟就此施展出了巨大树来 银腐在此腰变大的同时啊 也灵光大放 随之巨大起来 在此微能下 终于再次一展而下 那归灵这一变化呀 显然有些出乎古魔的预料 看着身形比他 还要高大背许的丑妇 此魔心中也是一惊 口中魔咒不得不停一停 双手黑刃向上飞快的一迎 身形却一飘向后退去 黑色刀刃和巨斧方一接触 爆发出惊人的轰鸣 一股灵风随之四散而开 但早有防范的古魔却安然无恙 身形反而借助这股灵风 一下顿速加快的倒射而出 丝毫未受影响的样子 不过在倒射途中啊 这古魔争笑一声 第三只手臂持有的青色长歌 骤然冒出一层黑色的魔艳 随之一挥化作一股流星 是直奔归零巨大的身躯而去 速度之快 犹如电闪雷鸣 一闪之后 就击在归零庞大的身躯上 和战甲爆发出一团刺芒出来 接着这古魔卫等身形稳定 口中咒语声再起 就要施出已经准备的 差不多的秘术来 看来他也不认为 刚才一击就真能灭杀 一只十级化形的妖兽 但是就在此时 异便突起啊 此魔身后障许处 微弱的黑光一闪 一枚晶莹如墨寸许的 飞刀浮现出来 无声无息 随之黑线一闪啊 此飞刀一闪即逝的 诡异不见了 几乎与此同时 古魔以其可怕的灵觉 竟提前察觉到了不对劲 身形一动的要击射出去 但是刹那之间 古魔一颗头颅 仿佛被尖锥样的东西一扎 神识骤然的剧痛一下 那即使此魔神识再强大 受此意外攻击 身形也不禁一致 动作迟缓了一些 就这一点点的耽搁 一颗头颅脖颈处浮现出一道淡若不见的血线 随即此头颅丝毫征兆都没有地滚落下来 脖颈处鲜血 一下子击射出树齿来高 此刻远处寒厉 在脸色发白的 放开了双手 捏掐的一个法印 神色显得萎靡不少 刚才古魔神识中的一击呀 就是他参照大眼角的精神刺 自己略微改动 而自己研究出的一个简化版的神识攻击 此种攻击虽然因为没有修炼大眼角最后几层 威力远不能和真正的精神刺相比 但是 木然地施展出来 只要没有特意的提防 任谁都会中招大受影响 故而这种秘术呢 也被韩力启名为 狮神刺 以和真正的精神刺相区别 不过这种神识攻击的手段 即使被韩力特意地削减了威力 一击出去之后 还是让他的神识一阵眩晕不已 实在无力再施展出第二剂了 古魔残余头颅眨了眨双目 似乎还不难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但是马上发出一声惊怒的呼啸 身上骤然冒出无数魔气将全神罩在其中 随即魔气一翻滚 此魔就身形已模糊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在三四丈外的地方 空间一阵地异动 随即一股黑气诡异地冒出 这古魔一个呛亮 就在魔气中显现出来 看来啊 被斩去一个头颅 虽然没有真正灭杀此魔 但也让他大受创伤 而从龟灵 现身一腐披下 到古魔被斩掉头颅 身受重创极顿 这一连串的动作啊 犹如电光火石 只是一瞬间的事 让上面的徐姓青年和银翅叶叉 看得是目瞪口呆啊 这和他们当初商量的不太一样 他们原先计划的只不过是联手一击下 将此魔暂时从传送阵附近净退而已 至于能否击伤此魔 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中 可现在此魔被他们逼到下边后 韩丽 前面虽然和他们计划的一样 和龟灵两个人偷袭此魔一下 但后边的变化又是怎么回事呢 韩丽竟一副要灭杀此魔拼命的样子 而那口诡异的飞刀又如何出现在骨魔的身后呢 他们居高临下竟同样没有发现磁宝的出现 若是出现在他们自己的身后 他们能发现吗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祝福 祝福